我們提到麥考爾在這幾天 不管是到立法院 到今天見到蔡總統 那當然他的用意 我們剛剛也提到相當的明顯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蔡英文到了這個 前面破了一鼻子灰之後 輾轉回到這個LA的時候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請楊明哥來分析 他查詢裡面還有另外一塊論述 不過他有講到說 他跟媒體啊蔡英文有強調 突破是不同人的不同認定 所以賓哥代表蔡英文在幫大家打預防針 就是他認為的突破是突破 他認為的最好就是最好 這樣 這句話根本是個白沒說嘛 所以我就跟 他這句話其實就跟什麼 讓世界看見台灣是一樣的意思 是 世界要看見台灣還不簡單啊 我說真的 現在全世界都看到烏克蘭啊 那看到了就怎樣 對 烏克蘭的日子很好嘛 很慘啊 這有好事跟壞事之分嘛 現在台灣 我們也被台灣看 台灣也被全世界看見 因為老公馬上要包圍台灣了 是 又被人家看見一次啊 這樣你很爽啊 說真的如果要 你的目的只是想要讓世界看見台灣的話 根本不用費這麼大劍也不用花這麼多錢 我教你一招好不好 你才能把褲子脫了到街上去跑 馬上 第二天全世界頭條 我跟你保證 你相不相信 趕快去做啊 世界馬上看見台灣 所以 這種有什麼意義呢 根本毫無意義嘛 然後不要告訴我 追求什麼歷史定位 我剛剛聽曉明講說 游錫坤在追求歷史定位 游錫坤的歷史定位已經決定了啦 身為一個獨派的人 你當了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當了中華民國的立法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對 然後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代表就是 你的歷史定位就是一個身為獨派 可是是一個不敢獨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的歷史定位已經結束 蓋棺論地可以回家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有什麼好講 如果是一個要爭取歷史定位的人 游錫坤現在應該說 我主張要獨立 我要建立台灣國 你應該要這樣講 這樣才能夠建立你的歷史定位 結果你的歷史定位是 當個獨辣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有什麼意義呢 我跟你講 我覺得很好笑的就是 蔡英文才剛剛去美國 結果這些美國人這些人又來了 就這樣我們到底在幹什麼啦 對 那如果你們要建 為什麼在美國不一定是建完了呢 大家時間很多 我們是很閒嗎 還是我們的 我們選錯了 我們以為我們選的是總統 結果我們選到一個總招待 是這樣嗎 蔡英文的職責就是負責送網銀來 每天就做這些事情就好 同一個國家都是你美國人 每天這樣跑來跑去到底在幹什麼啦 台灣是你們家別墅喔 有什麼事情不能一次講完嗎 然後每一次講來講去還是一樣的廢話 不管飛到美國去也好 不管來到台灣也好 講的還是同一句話 就要會儘快交付軍售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給了他五六千億啊 結果到現在什麼東西都沒來啊 就這樣子而已嘛 那什麼時候會來 我跟你保證啦 不會那麼快 因為 第一個 隨便講 M1A1 現在他告訴我們說 他要交付給烏克蘭坦克到七八月 你覺得他什麼時候會給我們 我跟你講不會來的 我看一兩年之內都不會來 然後呢 刺針飛彈 標槍飛彈 現在烏克蘭都在用 人家正在打仗啊 所以他先給他合理啊 那怎麼會來到台灣 魚叉反艦飛彈 他現在告訴你說 你會比沙烏地阿拉伯更快拿到 你確定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根本沒有東西會來嘛 講了半天還是個屁 所以我真的是受夠了這些政治人物 每天把我們當白癡耍 可是實際上他們講的全部都是空話 全部都是胡說八道 所以我也希望台灣的老百姓 你的真的眼睛要瞪大一點 耳朵要聽清楚一點 這些人從頭到尾都在胡扯 從頭到尾都在騙人啊 相信他們真的 趕快回去檢查智商 智商肯定有問題 想必蔡英文在加州的這場 這個茶室裡面 他真的放得很鬆哦 他同時也不忘了酸一下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這一次的兩岸論述 是1970年代的 這部分我們就要請揚明哥 幫我們來爬書爬歷史一下 其實我最近都會說 這個馬英九是國民黨的歷史歌 那這個要說歷史博 歷史 歷史耶都可以哦 但是 蔡英文很明顯就是在 背離歷史哦 因為這個什麼現在都2023年了 什麼這不是1970年代的論述嗎 不要忘記他問的問題的本身是說 馬總統在對岸說的 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國 就台灣大陸都是中華民國 都是中國這樣的論述哦 那事實上這個論述其實 我們就先不講這個最基本的 就是現在的憲法架構就是 所謂的一中憲法 那就是大陸地區台灣地區 衍生而來的兩岸這個人民關係條例呢 也是這樣的一個架構哦 那蔡英文做過陸委會主委 他會不知道嗎 那他為什麼要去講什麼 1970年代的論述 如果是1970年代的論述的話 那叫漢賊不兩立啊 那是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沒有對岸 沒有我們是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好嗎 那時候還還一度 那雖然那個時候比較已經沒有了 但是那個時候的氛圍是一度想要 這個所謂的反攻大陸啊 那甚至在1970年代其實是中華民國 在國際上最最悲慘的一個時代 為什麼從退出聯合國開始 到這個各個國家 跟我們這個各個大國跟我們斷交 一直到美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的蔡總統 用1970年代 特別凸顯出他的一個說 戏虐也好 也就是他某種程度是希望 這種所謂的 一個中國這個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中國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 這樣的一個兩岸的 現行的憲法架構 要把它變成是50年前的論述 他要把它變成說是一個很老舊 早就沒有人在意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那這個就是一種戲虐 他是對歷史的戲虐 他不只是對馬英九前總統的戲虐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在這一段的這個回應 是非常不及格的 因為他就是兩岸 從兩岸的什麼兩國論 他是他什麼什麼研發的 什麼陸委會主委他當了四年整 那他做過不分區的立委 做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而且最重要就是所謂的 國家統一綱領 大家要記得在 1990年代 那個時候兩岸開始恢復交流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就是兩岸都得要朝統一為目標 才有可能談的下去 就當時不管是什麼 九二會談也好 或者是什麼後續的孤安會談 孤安的這個會談能夠去成行的 那兩岸能夠持續交流的關鍵 就在於兩岸當時 我們那個其實夢想說 他最重要精神就是兩岸把 彼此都有一個中國的堅持 但是兩岸彼此 願意放下一個中國的這個正義 就是說彼此要先把正義擱置 才能夠往前進 但是前提是一樣的就是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 前總統李登輝在1990年代 先成立一個叫國家統一委員會 那在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 而這個國家統一綱領 從1991年實施 一直到 這個2006年 2006年才被陳水扁廢紙 那 而且中間其實1999年4月份 是李登輝任內最後一次召開 國家統一委員會 那他召開完之後沒多久 他就講了這個 所謂的特殊為國關係的兩國論 對 那我們也 那先不管說這個 當中有什麼樣的一個淵源 但是不要忘記那個架構 國家統一綱領裡面就明確的說 台灣大陸都是一個中國的領土 裡面就是有這樣的論述 但是而且甚至這個國家統一綱領 現在還掛在陸委會的官網 裡面他是直接說 這是民國80年到90幾年的 其中這個兩岸重要文件 結果都放在陸委會官網 然後你現在這個蔡英文很明顯的 就是否定這個的存在 你說這現在這個架構 叫做1970年的論述 那中間呢 我就問1980年的論述是什麼 1990年的論述是什麼 2000年的論述是什麼 對 更何況陳水扁2000年 第一次政黨輪替 他上任他在就職演說裡面的 四不易沒有 就是強調他沒有廢除 國統會跟國統綱領的必要 那為什麼他要說這個 就是因為他也知道兩岸得要談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少數總統 在少數總統的狀況下 他如果今天沒有辦法在兩岸上面 取得一個和平 不啟動 就是這個國家統一委員會 在他任內沒有開過會 可是國統綱領就放在那邊 一直到2006年2月 就是他的第二任到中段 那當時他就決定他來廢止這個國統綱領 所以國統綱領在台灣在中華民國 扎扎實實的存在了15年 從1991年到2006年 這15年的時間目前被蔡英文的1970年代的論述 這一段話等於說是化為烏有 我覺得這是蔡總統 對他 而且你要知道兩岸明明是他的領域 他在任官他從這個什麼國際貿易 國際談判到兩岸他到陸委會主委 這是他曾經主政過的領域 然後他現在說他1970年代的論述 這簡直就是一個你知道對歷史的戲虐 那他對歷史如此的不尊重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就是民進黨要重寫歷史嘛 就是民進黨現在因為聖者為王 在歷史這個我們如果有中國的歷史的朝代 各朝各代都是聖者來寫前一代的歷史 現在就是民進黨在寫國民黨的歷史 民進黨執政之後他不希望國民黨重返執政 把你任內寫的更糟糕 你就是白色恐怖 你就是殺人魔王 你國民黨除了黑金 除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沒有別無他用 把你的歷史寫的 有寫到一連兩岸都要寫到1970年代的論述 那問題是國民黨還存在啊 國民黨不是死啦 國民黨沒有消滅啊 那我說那問題是 國民黨的人怎麼這個時候 不趕快站出來去譴責蔡總統 因為國民黨的 哎不要忘記哦 這個我覺得昨天這兩個事情要搭在一起看 還有一句就是賴欣德的 台灣不能再現外來統治 對 台灣不能再現外來統治的最重要的意義 他講的一副好像是要一起團結對外 那實際上呢 是在打中國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名稱裡面有中國二字 所以他今天還特別跳出來說 我講的不是國民黨哦 不要曲解我意思哦 他當然不能這樣講啊 但是他心裡就是那個意思 因為你中國國民黨就是中國國民黨嘛 對你看你不要忘記了 為什麼民進黨要特別強調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那中國國民黨在這個論述裡面呢 他就會趨於一個 在在一般的論述裡面 他就會趨於劣勢 你就是中國來的啊 你不就你不要外來統治叫什麼 所以我說這兩個件事情 我們把它搭在一起看哦 民進黨現在就是要把 這個國民黨的歷史給抹滅消滅 然後呢建立一套這個所謂的台灣主體論述之後呢 未來哦出去我們就只講台灣不講中華民國 那對於像像像我 像我我是覺得我們這一代 我們小時候明明接受教育就是啊 我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啊到了我們二三十歲的時候 跟我們說啊我們台灣我們台灣人要有主體性 然後到了我們四五十歲的時候跟我們說啊 兩岸呢 這個可能要打仗了哦 原來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這一代每一代每一個論述 每一個世代論述我們都經歷 每一個世代的論述我們大概只有最早期的 就我是六年級生嘛 我只有之前的反攻大陸沒有經歷過 那其他的我們大概都經歷過的狀況下 我覺得誠實的面對歷史是一個政治人物 至少我覺得是一個很基本的認知 身為一個國家元首一國之君 卻用這種戲虐的口吻去嘲諷前總統 一個國家的前緣首被你用這樣的方式嘲諷 我覺得嘲諷馬英九個人是小 但是抹滅中華民國存在的歷史是大 我覺得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當有一天這些歷史都被掃進歷史的灰塵裡面 灰燼裡面哦 那在台灣沒有人知道哦原來我們國家的這個 兩岸的主張是這樣慢慢慢慢演進到現在的 即便現在的主流民意不是支持統一的 不是支持所謂的兩岸共同屬一中 這確實不是主流民意 可是你怎麼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呢 可是現在民進黨執政的用意就是要你 永遠不會再去主張這樣的一些的論述了 所以要把這些論述直接歸零 這個才是最可怕 那尤其昨天的日子叫什麼 言論自由日啊 對 言論自由日裡面 原來我們才知道 支持民進黨的言論才有言論自由 反對民進黨的都沒有言論自由